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热身赛的话 那么就准备了要前往国外去准备之后的这两场比赛了 那么从目前来看了 很多球迷也非常关注我们国足这几大规划球员了 到底能不能够回归 目前在此前的一个集训征兆名单当中呢 国足五大规划球员的名单全部出现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很多球迷估计也都非常期待 他们能够跟随国足呢征战完最后这两场比赛 而且呢在此前的话 费南多还曾经赛出一个社交动态 赛出了自己身穿中国队对服的这样的照片 所以当时不少球迷都以为这些规划球员呢 能够回归我们国足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就在最近 那么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可以了解到呢 因为中国足球界界边的安排呢 让这四大规划球员是不满意 所以导致他们线上呢 已经是拒绝了中国足球的安排 目前的话确定无缘是要抢赛 那么具体中国足球界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安排 让这些规划球员是拒绝配合呢 那么从目前媒体爆料的一个消息来看呢 我们也终于是了解到这其中真正的一个原因 那么按照目前赛前的安排 那么我们中国足球界界边呢 是希望这几大规划球员呢 能够提前十天到迪拜界边 接受国家队安排的体能训练时呢 进行一个体能检测以及训练 期待这样子调整之后 他们能够在之后的两场比赛当中 有一个好的表现 但是目前来看 这四大规划球员觉得自己的时间呢 根本没有办法安排和配合 那么没有办法去满足中国足球界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在足球界提出提前到达迪拜界边之后的安排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几大规划球员也是直接拒绝 那么这样一来 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之后这两场比赛呢 这四大规划球员呢 将不会出现 而这四个呢 分别是包括了艾克森 费南多 阿兰 以及洛国富 当然其实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这四大规划球员之外的话 另外一个规划球员蒋光泰呢 他的表现 他的一个回应和行动呢 却是打脸了四位队友 那么我们知道目前的蒋光泰刚好就在国外 那么目前的话 他也是听从了我们中国足球的安排 并且之后呢 会进行体能力检测 提前呢 到达迪拜这边之后的话 配合中国队呢 进行个比赛 这样一来 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在几大队友啊 其实集体缺席十二强赛 拒绝中国足球员的安排之下了 那么蒋光泰确实非常的配合 并且之后啊 跟随我们中国队征战 问题是一点都没有的 所以两相对比之下 其实更能够凸显了 蒋光泰这一次他的一个行为 和他的做法呢 确实是难能可贵了 毕竟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话 包括洛国富 阿兰 艾克森呢 等等一些队员呢 都曾经表示过说呢 作为一个中国的队员非常光荣 并且之后呢 会跟随中国队完成最后的征战 只是没有想到 现在随着广州队 和这些球员解约之后的话 那么他们呢 好像也有一种呢 失约的感觉 现在在中国足球 提出这种非常正常的要求之后 他们呢 都没有能够配合的话 确实让球迷呢 有些失望了 当然如果说我们细想一下 也可以发现呢 他们拒绝这种安排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呢 现在呢 他们没有能够拿到足够的顶薪薪水 只是免费在劳动的话 我觉得呢 他们没有衣服去配合我们 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呢 那么去依靠外部的力量的话 还不如呢 靠我们自身强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期待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的话 能否在本次比赛当中 有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还是期待中国国足这些国小呢 能够稍微争一口气 好了 本期的阿珊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珊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